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基准发出来以后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呢是有八位科学家联名写信 说这个科学基准里面一点都不科学 很多甚至是错误的 其中里面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就是这个阴阳五行 这种中国古典的知识 古代的知识应不应该纳入所谓的 公民科学数字这个标准里面去 在网络上呢宣起了这个很大的波澜 有两派决然对立的观点相互开思 那么这眼看就大半年快一年过去了 今天我们重拣这个话题 但是我们今天呢 是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一个人物呢 其实就是去年八位科学家之一 中国科学院高难物理所的这个 庄生男教授 庄生男教授本人就是一个高难物理学家 而且呢他是一个科学界的网红 他非常擅长做科普工作 而且本人很有文化情绪文化素养 讲了很多关于科学与人文啊 科学与美学啊很多话题 因此呢由他来讲 他又懂科学 他又人文情怀 参加这个话题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位呢 是中科院大学的人文学院的 这个常务副院长 孙小春教授 孙教授是我的同行 他是做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 他的观点很特别 他认为这个阴阳五行 应该纳入这个准则 而那个张老师呢 认为这个不应该 阴阳五行不算科学 怎么能纳入呢 所以今天我很荣幸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我来主持他们俩的这个 这个学术争论 当然学术争论呢 怎么让公众觉得好看 这是一个挑战 当然科学传播 现在借助网络了 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 下面呢我们想这样 第一环节啊 我们是请两位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嘉宾啊 分别花十分钟时间 陈述他们的个人观点 然后呢 把他们招职在一起 对面相互质疑 你一句我一句 来回这个讨论 这个就四十分钟过去了 最后再有四十分钟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现场互动 在场的观众 可以提那么两三个问题 网络上的这个观众 那个网友呢 也提那么两三个问题 请他们俩回答 最后就做总结 今天我们就到这样 我们我们我们 我们的这个议程就这样 那么好 下面是这样 我们就正方反方 我们的这个议题是说 阴阳五行是否应该写入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那么正方就是应该 反方就是不应该 我们先请正方 就是陈小诚教授 来产生他的观点 大家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就这个话题呢 是正方的观点 就是阴阳五行 应该写入这个基准 那当然今天的讨论 其实也不是网上所说的 什么科学之争 实际上还是一个科学之争 就是我们怎么样 做好科普的事情 但是怎么样做好科普 这就涉及到 怎么样认识科学 怎么样认识古代的科学 历史上的科学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为了先把我的这个观点呢 先给大家先讲一下 那么首先 阴阳五行 大家都是知道的 实际上就是事物的 正反两个方面的属性 它们是相对立的 当然呢 也是互相互补的 还有呢 阴阳五行 大家可能都知道 天上的有五大行星都知道吧 金星 火星啊 水星 金墨水火土 那么它们之间呢 有这个所谓 相生相克的关系 比如 金科目啊 土刻水啊 这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 古代就是用这种 阴阳五行 这种 相生相克的关系啊 来解释事物的性质 以及它们的这个 演变 那这个图里边就 给出了这个 你看 金墨水火土 它这个 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金墨五行 究竟是什么呢 是五种元素吗 还是五种相位 还是五个过程 这里边实际上 还是有争议的 实际上 英文经常把它翻译成 有的是翻译成 five elements 但是有的人认为 这是不合适的 可能应该翻译成 five faces 所以说 它们之间有 相生相克的关系 其实关于阴阳五行 这个相关联的 还有一个概念 还有两个 在基础里面也提到了 一个就是 天人合一的这个概念 还有各物自治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 其实有一个 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就是天人合一 还有一个就是 易经的 周易的 变化的哲学 就是说人是小宇宙 和大宇宙 它是对应的 我们人 要做什么事情 它是必须按照 宇宙的截律来做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是天人合一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 内经图 内经图里面的 关于人体这样的 你看对人体的认识 它跟西方那种 满身都是肌肉啊 那个解剖的那种认识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 天人合一 天人对应的一种关系 那我们讲 这个阴阳五行 为什么可以来 作为科普的内容呢 那这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样来科学 这个历史上的科学 我们怎么来看的问题 那么我们讲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 它是属于 中国古代科学里边的 一种概念 一种范畴 它是用它来 用阴阳五行 这种概念 来解释事物的变化 所以说呢 它这个阴阳五行 这个世界观 它用这种东西 来进行世界 这个事物的认识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 比过去的那个神话呀 比巫术也好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一个进步 比如说过去 要发生地震了 可能老百姓又说 是下面的乌龟 在摇摇摇尾巴 所以地就震了 可是呢 有了阴阳理论以后 它说阴阳之气相比 阳气被阴气压迫在地下 蒸发不出来 所以说它就会发生地震 阴阳五行还可以解释 比如说四季的变化呀 阴阳气越来越多 天气越来越多 到了夏子的时候 阴就开始生 所以这种 是可以用来解释 很多这种现象 有些现象是非常符合我们的 也是符合我们的直观的 所以说 这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认识世界 我们要对事物要进行描述 你必须要需要一套概念 我们老久的 好像这个是客观世界 它有一个 我们只是说被动地来接收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认识世界的时候 就必须要靠一套概念 这个康德说过 我们要认识世界 我们要有一个鲜艳的时空观念 我们要用一种框架去认识事物 所以说阴阳五行 在中国古代 就提供了这样 构造世界图景的一种 我们叫cosmology 或者是一种世界的图示 这是中国古代 古代科学的这个基础 那么当我们讲 这个阴阳五行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会误会 就是说 我们这个科普里面 讲阴阳五行 会不会这个就是 等于是封建迷信吗 顺穿封建迷信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一种概念 它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语言 它既可以来做科学的研究 也讲很合理的内容 但是当然它也可以被耐用 可以做崭新啊 巫术啊 甚至把所有的 现在看来是 完全不太可能的这种知识 用这种语言来描述 那它确实是可以 变成这个迷信的 但这里面我们要看 这个问题 它为什么会这样的广泛应用呢 不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成功吗 它不是被古代的人认为 这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吗 因为它很科学 所以说我就想方式法 去运用它 去扩展它的运用 这样呢 确实就造成了 很多的这个伪科学 我们不能因为 有这些伪科学的存在 就说这个阴阳五行本身 就是封建迷信 这是两码式 那我们科学史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做科普 我们 我觉得这个科学史 应该是科普的一个 一个正当的内容 因为任何时候 科学都不是一个终极的真理 它只是一个寻找真理的方法 现代科学也只是一种方法 要了解 我们要知道 有其他方法的 方法的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那中国古代阴阳五行 它就是给我们展示的一种 古代认识世界的这种方式 它有些方面 好像看起来 现在很不科学了 有点粗糙 但是它确实它不是巫术 它不是迷信 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再一个来说 我们传播科学 难道是 总是要传播正确的知识吗 正确的科学吗 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们恐怕什么 很难讲一些科学 比如说地心说 大家认为是对的 错的 错的 好 那日心说呢 也是错的 所以说 那你的科普基准里面 为什么可以讲日心说呢 基准里面讲的内容 并不是 让你相信这个 这个东西 科学是真的 所以说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了解阴阳五行思想 并不是要求 把它当作 科学真理来对待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 我们人类的认识 我现在在这儿讲 我们用的语言 我们实际上 所有的这个现代 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成绩 我们搞天文的人知道 当我们在观测星空的时候 在这个瞬间 我们看到的 不是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 有的是百亿年前的事情 它只是说 在这个界面上 现在这个界面上 人机在这儿 所以说我们要脱离历史 来谈科学 谈我们的现在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科普 是不能离开科学史 历史上重要的这个科学理论 即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我们也应该让老百姓知道 让大家能够思考 让大家来进行比较 那这一点 那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 美国他们搞了一个 到12K的那个 这个科普里面 它这个其中一个benchmark 也就是基准 它里面它立出了12个方面 其中就有一个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就是历史 科学的历史的方面 其中里面比如说 他就提到了 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说 那四元素 火啊土啊水啊 还有那四种元素 那现在看来不也是错的吗 那为什么美国的基准里面 西方的可以讲这个 我们中国 讲一讲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 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所以说我觉得 科普从来就不是讲 这只是讲正确的科学知识 那而且在中国来说 阴阳五行的影响 它是非常大的 我们实际上是不能不讲的 因为阴阳五行在中国文化之后 它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我刚才讲了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在古人的思维当中 它是成了我们语言和思维的一部分 它曾经在历史上发挥 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避开不谈的话 实际上 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西方科学进来 我们确实有传统现代的 这种张力在这 如果但是 我们把古代的东西 有七字不谈 认为全部是糟粕 这样有利于弥合我们 这个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学的勾红吗 我们的科学发展 能真正有文化的底蕴吗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我们是可以 阴阳五行是可以讲的 而且阴阳五行 作为宇宙观 让中国公民了解 这种宇宙观的性质和内容 它对于启发思考 有利于提高批判性的思维 也就是说 什么事情 事情啊 就是说 不是说自古划山一条路 是科学是这样走到了 现在划山最高的地步 它可以有 英文说 things could be otherwise 事情可以是其他样子的 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们走科普的事物 一定要把科学树在这种 非常狭隘的 对其他的方法 其他方式 一定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呢 而不能让公众去 有所了解呢 所以说 阴阳五行 还有一种观点 那是 阴阳五行确实很重要 但是呢 它毕竟是哲学的内容 那我的意思是说 即便是哲学的内容 也是可以科普的 其实你们看看基准里面 第一条 里面就有一条内容 世界是可知的 那不就是哲学内容吗 再说 存在所谓的纯科学吗 如果我们科学 没有一定的形而上学的概念 没有一种原的基础的理论 那我们怎么来构建 我们连时空观都没有 我们怎么来构建 一个科学的理论呢 再一个 科学 我们要经费也好 各种事情也好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世界 我们是不是 根据尽你的认识 甚至有的是 根据人体的认识 来推 类比到宇宙当中去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 我们科学实际上 从本质上来说 它从哲学 社会学 还有心理学 人类学 这些东西都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为什么这里边 谈到一点哲学 就不可以呢 所以说 我觉得科学 再一个就是科学发展 发现的过程 它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过程 不是说你会逻辑 会到一定的推理 就一定能够有新的发现 而真正的科学发现 它是不符合逻辑的 它必须有思想的跳跃 它想象 想象必须要有些跳跃 即便有的时候 是错误的理论 比如开普勒 在我们看来 他不是相信上帝吗 在我们今天讲 他不是迷信吗 他恰恰就这样 执着地相信 上帝创造的东西 一定是和谐的 才找到了 康义普的三大定律 是不是 如果说 它这里面走了很多的弯路 如果在我们的时候 早就把它打一下子 打下去了 它怎么能发现 三大定律呢 所以说 我们对这个古代的知识 即便它现在是过时了 我们也还要历史地看 我们甚至还要了解它 要有所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真正认识科学 只有到科学的 历史的经验中去 才能对科学 有真正的认识 不是从教科书上 不是讲很炫目的 所有的现代的科学知识 什么卫星啊 星系啊那种 那是仅仅是一部分 而且我认为 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最主要的部分 再一个 我再谈谈这个科学理论 什么叫科学理论 其实任何科学理论 它一旦建立的时候 现代科学理论一样 必然在它原来的基础上 要延伸 构造 猜想 假说这等 这是科学的 我们讲的范式 当古人有这样的一个范式 或者我们现代科学 在这种范式下进行 它一定要进行构造 我们现代科学 比如说在谈暗物质 暗理论 各种高能物质 粒子的时候 那一切都是实证了的吗 它不是也是在一种 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猜测 构想吗 所以一旦这个理论 也打破了的时候 两千年以后 那如果要这种态度 来看科学的话 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 也是迷信啊 也是伪科学啊 所以说我们古代基于阴阳五行的构建 它这里边 它有很多是合理的经验 我举个例子 特别是中医 中医是应用阴阳五行比较多的 大家总觉得这个中医 比如说这些方子 同阴阳五行有什么关系啊 确实没有有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 它已经这个理论建立了以后 比如说构机子 滋阴壮阳 补肾水 你看它所有的药物 它的性能 它的怎么治疗什么病 它都是用这种语言 五脏是用五行给它配好了 所以这个圣 你看它的性质就用这种语言 然后有了这种语言以后 这种经验的 临床经验也好 药物经验也好 炮制的经验也好 才能在这种语言上的基础上发展 你看从汉代以来 从皇帝内经 要伤寒论也好 等等 所以说它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描写 描写这个 来把经验的 临床的这种知识 用这种语言表述出来 有了这种表述以后 它才能在这种基础上 在进一步的发展 否则的话 这些经验就会全部成了孤立的 没有办法传播的 不能构成理论的 没法发展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这样来看 古代的阴阳五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起的作用是如此的 如此的重要 而在医学里面 这种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很多要重要的方子 从《伤寒论》到《千金方》 到后来宋代编的太平圣回方 民间那么多十几万条的方子 其中很多都是宴方 是大众老百姓 在经验当中 已经总结出来的东西 这些知识 难道是没有用的吗 我们其实知道 这些知识 现在对现代科学也有用的 这就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像图幽幽的例子 它不就是在古代的 这种药草的 自炮制的方法里面 不到一点启发吗 我不是说 我说这个话 不是说图幽幽的发明是中医出来的 但是中医的经验给了启发 历史总是用这样和那样的方式 给我们启发 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我觉得 现代科学也有这样类似的构造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说不能因为后来证明错了 就赤字为科学 还有一个就是 我就想讲一讲 就是阴阳五行 它实际上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把它写入基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它不会造成宣传迷信的这种后果 当我们不能对 如果说我们不能想象 我们这个基准是公民 什么叫公民 18岁以上 他们难道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吗 当我们从来不听不同的意见 没有不同的想法 那造成的公民确实就是 特别容易被误导 其实我们就需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总始终让老百姓 对于科学问题 对于其他问题 都要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都能表述 都能有所争论 这样呢 它才能够培养他们的 这种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我相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科学甚至都有可能 走向迷信的危险 其实事实上 很多事情也是借着科学在 提出了很多这种 从古到古 一直有啊 从近代以来 什么炉像树啊 什么电磁动物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说用狗叫 狗叫来测定经纬度啊 这种 这个说是狗到海洋上以后 我这个给它一个药 这边的狗 给它改一个药 它那个船上就会叫 那不是同时性就实现了吗 这样我就可以经纬度 说历史上这样的例子 我们现在还有量子 什么养生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说 现在的科学就是迷信吧 就是伪科学吧 所以说我们了解历史上 不同的科学理论 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 是我们对科学的 最好的一种批判 也是一个最好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所有对科学的认识 它就是在真理中 它比较当中 才能突出出来 我举一句 在最后再讲一讲 营养物腐性 其实在现代科学上 还有现实意义 莱布尼字的 发现二间字的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我不是说周易发现了二间 导致了二间字 但是人们就是在历史的经验中 知识当中得到启发 他自己这么讲 那我们难道一定说 这个是一定没有关系吗 我们再看看现代 现代的阴阳五行 其实影响是越来越大 我们在波尔在194000年 得到勋章的时候 中间设计的 就是一个阴阳语 你看到没有 在2013年 一月的Science封面杂志上 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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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细胞 聚细细胞的时候 讲的就是 你看 讲这个感染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 阴阳的这种概念 好 当然 这个阴阳 同古代的阴阳 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人们开始借助 中国古代的概念 来对新的知识 进行重新的启发 重新的思考 这难道不是我们 阴阳五行 对现代科学的一种影响吗 我今天的朋友 双南教授 他是来自高伦物理所 他的所门口的标志 就是一个太极图 阴阳图 所以说 最后我在讲 这个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天人合一 我对天人合一 做一个解释 其实天人合一 我们必须是天人合一 因为什么是科学 科学就是用我们人发明的 语言概念 去描写事物之间的关系 试图能通过实证 来达到和谐的统一 这就是我们所谓 讲的科学同理 所以科学关注的 最终的目标 就是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 从这个广义意义上来说 所以说 如果天人不合一 这个世界就没法认识 我们还去谈什么科学 所以从我来的理解 可以用这个很强的话 天人合一 应该就是科学的第一原理 那天人合一 我们最近的科学发展 比如说 涉及到这个宇宙学里面 大家都知道霍金这个人 他是搞宇宙学的 所以说哥白尼以来 过去在地心书的时候 我们人属在宇宙的中心 后来呢 哥白尼发现了日星书 人被挪到了一个 用萨根的话说 就是Pair Blue Dot 是个宇宙中的一个 小小的不起眼的地方 人的位置没有了 人的原理 是这么说 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们人在观测它 所以说 人又重新恢复到 宇宙的中心位置 我 阔金他在他的 Great Design 在他的大设计里面 在很多他的演讲里面 都讲到这个 人则原理 他怎么启发 他思考 提出一些宇宙学校的问题 我觉得天人合一 其实对这个 现代科学还有意义的 所以说 我前面其实还有一个 其实现在我们 搜索了一下 现在十多年 近十五年以来 西方主要杂志上面的论文 其中标题里面 直接出现阴阳 阴阳概念的数量在极增 就有七百多篇 而且有的是高级杂志上的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要说阴阳概念 就没有现实意义呢 就没有对我们的 现代科学产生影响呢 所以说 我最后讲 我们的科普 不仅是要传播知识 更重要的是 要叫人们怎么去思维 怎么启发思维 叫人们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进行批判 比较进行批判 最终实事求是 来追求的一个科学的精神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科普 如果我们本着这么一个态度 本着从历史的角度 来看科学的话 我认为 把这个阴阳五行写这基准 是有利于实现科普 对于科普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阴阳五行应该享有 古代文明中科学思想的 同等待遇 从其他文明同等待遇 古希腊都可以讲 为什么中国都可以讲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应该写若基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郑芳 孙小春教授的陈述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返方张桑南教授的陈述 欢迎 有请 大家好 我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张桑南 我首先要祝贺小春教授 报告讲得非常的精彩 这是我从来听到过的 对阴阳五行的最全面 最精彩 最正面的解读 我刚才都有点不想上场了 因为小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 我爱朋友 更爱真理 所以我还是要讲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我的题目的话呢 是什么是科学 我事先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的话呢 我跟主持人讲 我不会为今天这个活动 特别准备什么材料 因为我知道小春教授 会把阴阳五行讲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的报告里面 就不会提到阴阳五行 我只是到最后的时候 会在总结的时候 会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首先要说君子何而不同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看看我们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活动 那么这是4月22号 我看到了科技部 还有当然好多个部委 联合发布 这个中国公民的科学数字基准 这个基准之后 我在我朋友圈里面 写了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就说 我是非常反对 所以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是非常反对 把阴阳五行放到中国公民的科学数量基准里面 然后小春教授 很快就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里面当然说是 支持把阴阳五行放到这个数字里面 不是糟得很 而是好的很 所以我在朋友圈里面说 我和小春是好朋友 也一起做过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对科学 科学史和科学传播的理解分析很大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说 自不同道不合 人可唯有 当然其实我是说的一点过了 我们自同道合 只是理解不一样而已 然后呢 我还在网上 在我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些内容 是批评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吴国胜教授 当然吴国胜 吴国胜教授 我相信今天会非常的中立 不因为我的批评 导致他的不中立 原因就在于 因为我跟吴教授也是好朋友嘛 所以吴教授 把他的那本书 非常好的一本书 我仔细地研读了 这本书叫什么是科学 也是我今天报告的题目 大家注意到没有 是同样的 但是里面有一段 我不太同意 就是关于博物学的一段 所以我说 我本来就想 我是先买了这本书 在家里面学习了 然后吴教授就跟我寄来了 他这本书 亲自签名的 我非常开心 我说我本来就想批评一下子的 结果吴教授把书送上来了 我不批评肯定是不行啊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 写了一篇文章 批评 所以为了庆祝我们三位君子 今天观点虽然不同 而在一起 我邀请两位 吴老师跟孙中老师上台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在我下面真的批评之前 我们一块合个影 这个张老师本来说 有一个一分钟的插序 就是这个 就这个活动 就这个 您在中间 您是主持人 您在中间 中立的嘛 有谁给招个相 有谁给招个相 好了 请上堂 我现在开辟 并不是真的开辟 我主要是想介绍一下 我理解的科学 应该说和 吴国胜教授 那本书里面写的 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然我也一直 有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我开头从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技术 远远比西方发达 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 现代科学 这个所谓 李约斯的难题开始 那么这告诉我们 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就是中国没有产生 现代科学 那么我在这个里面 放上我自己 接受Science这个杂志 采访的时候 我的一个回答 当时这个记者问我说 你在国外做教授 做得好好的 怎么回国了呢 我说我在国外是教授 我要教天文学的课程 但是我的教材里面 所有的名字 全是外国人的名字 我说我们中国有 我们说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非常的骄傲 但是在我们的科学教科书里面 包括天文的 包括其他 所有的科学教科书里面 基本上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对现代科学 是没有贡献的 所以我当时是这么回 这是我回国的动机 希望对这件事情有所改变 那么我要想解释清楚 什么是科学这件事情 我们要回到古希腊 这也是吴国胜教授 很习惯做的 吴教授是言必谈希腊 那么我如果要讲科学 不会从阴阳五星讲起 我一定从古希腊讲起 古希腊它的科学 虽然原来也有错的 但是产生出来了 今天的正确的科学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要想理解科学 要想理解科学史 我们就得回到古希腊 看看科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当然古希腊人的宇宙观 是第一次说 我们知道 是毕达格拉斯和亚里斯多德提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他们提出来了 这个地心说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 基于当时的天文观测 所建立的模型 我们觉得这样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在地球上看看 这个太阳升起来了 月亮升起来了 行星也是升起来又落下 很显然他们是 围绕着地球在转动的 但是 新的天文观测 却和这样的朴素的宇宙观 产生了矛盾 就是所谓行星的逆行的观测 后来发现 如果你仅仅是 这所有的天都绕着地球转的话 那怎么会有时候又绕回去了呢 就是所谓行星有时候怎么会逆行呢 这个很显然 和原来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 是矛盾的 那怎么办 已有的理论模型 和新的观测结果对不上 那你就要修改你的模型 不管你是基于多么崇高的目标 提出来的这个模型 你都要修改 那么托罗密就提出来他的本轮说 他说 我仍然坚持地心说 但是 我给每个天体加一个轮子 它在绕着地球运动的时候 同时 它绕着自己的一个轮子 在那地方转动 这样的话呢 他就认为 行星的逆行是一个真实的运动 我们在地球上看起来 在大多数时候是顺行的 偶尔也会倒回来 所以他这个理论 是可以比较好的描述观测的 但是有人认为 这样做的话呢 有点画舌天竺 有点不够美 所以戈白尼基于他的美学的观念 其实并不是宗教的观念 而提出来 日行说 他说 如果我倒一倒 我把地球 不放在宇宙的中心 而太阳放在中心 包括地球和其他行星在内的 太阳系的天体 都是绕着太阳 在做轨道运动 这样行星的逆行 就是相对运动 产生的式运动 因为地球和行星 它们绕着太阳运动的角速度不一样 就是周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大部分时候看起来顺行 偶尔会逆行回来 用这个模型也可以描述观测 但是精度并不高 实际上 从精度的角度来讲 还不如托罗密的 本人说精度够高 但是戈白尼认为 他这个学说更加地合理 开普勒 后来改进了戈白尼的日行说 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当然一开始 他是相信 刚才小春教授讲的 这个神造的宇宙 多么美丽 多么美丽 但是基于那个 他一开始有个 我们今天叫做 开普勒第零定律 那个实际上 不能够描述观测 但是开普勒三定律 描述了行星的运动 而且描述得非常的精确 他把戈白尼的日行说里面的 远轨道 改成了椭圆轨道 然后就发现了 完全可以解释 当时的全部的观测资料 牛顿 把当时所有的观测的结果 就是开普勒定律 以及伽利略所提出来的 相对论 相对性原理 还有惯性原理 再加上他原创的牛顿第三定律 以及万有引力定律 这样他就能够解释 完满的 圆满的解释 当时的所有的观测现象 包括开普勒定律 所以开普勒定律 是在牛顿 牛顿可以从他的 更基本的规律里面 把开普勒定律推出来 那么开普勒第一定律表明 行星和太阳之间 必须有引力作用 这就是它的万有引力 那么开普勒第二定律 在牛顿的这个理论里面 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相当于动量守恒 那么开普勒第三定律 你把牛顿第二定律 和万有引力定律 结合起来 就立刻得到了 开普勒第三定律 所以牛顿的这个理论 立马就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但这还不是全部 最重要的是 它不仅仅是解释了 已有的数据 理解了已有的经验规律 就是开普勒定律 它这个经验规律 并不是一个科学规律 而且更重要的是 牛顿的理论 可以准确地预言新的现象 这个现象当时就是海王星 预言了海王星的发现 但不是牛顿本人做出来 是后面的人 用牛顿定律预言出来的 预言之后三年 海王星就精确地在那个位置上 被观测到了 所以这是牛顿的理论的伟大的胜利 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理论 所以要想理解我们 现在科学怎么产生的 必须回到希腊 从希腊过来 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个科学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通过刚才我讲的 简单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 我们就建立了 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 所以在什么是科学这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科学方法是什么 科学方法是什么 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通过观测 加上我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积累资料 我们可以得到经验规律 这里面包括地形说 包括托罗密的本能说 包括哥白尼的日行说 也包括开普勒三定律 但你一旦有了这样的规律 你就可以进行演绎 就是可以进行计算 可以进行推理 然后你就等于有了一个模型 你就可以做出预言 这样牛顿的理论里面 就做出了预言 海王星应该存在 然后这个预言 可以被新的观测 新的实验能够证实 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科学定律的建立 都是基于这么一个规范 来建立的 但是每一个科学规律 都不是终极的规律 所以还需要不断地 经过实验的验证 然后这个验证的结果 可以把这个规律推翻掉 也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在牛顿之后 我们又有了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 我们今天仍然在检验 广义相对论 希望在这个基础 能够有更好的理论 所以这是我们 科学研究的一般的方法 那么这讲完了 我就要说 到底什么是科学 简单地讲 科学就是刨根问底 我们一直要问 太阳系里面 行星的运动规律是什么 到底怎么描述它的运动 刨根问底 最后导致了 我们产生出来了 牛顿的理论 爱因斯坦 发现牛顿的理论不完善 刨根问底 产生了广义相对论 这就是科学的方法 所以我在最近 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科学的目的 精神和方法是什么 在这个里面 关于科学是什么 我就在这里面说了 科学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 科学的目的 发现规律 发现各种规律 我们可以有 自然科学规律 有自然规律 也可以有人文的规律 社会科学规律 都是可以的 科学精神是什么 是置于独立为一 不管谁做这个研究 做出来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置于前身的结果 这个规律也必须 独立于研究者本人 科学方法是什么 逻辑化 定量化 实证化 尤其是实证化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当中 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想理解 什么是科学 必须要看科学的三个要素 要想说什么是不是科学 我们要检验 它是否满足科学的三个要素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 和科学有什么关系 我给大家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两小孩辫子 大家都知道 辫子是早晨的时候 太阳离我们近 还是中午的时候 太阳离我们近 当然两个小孩 各有各的道理 最后请教孔子 孔子说我也不知道 那么小孩很高兴说 原来你知道的 并不比我们知道的多 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没有回答 到底是早晨禁 还是中午禁 那么这个故事 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 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 本来到底是早晨禁 中午禁 为什么早晨觉得凉 看起来大 中午觉得热 看起来反而小 这是很严肃的大气科学 光学测量等科学问题 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 没有作为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只是作为孔子的校料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以诡辩代替刨根问题 以赢得辩论代替追求真理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一 讲到这里 大家都会领悟 我们经常这么做 那么我再给大家讲第二个故事 启人忧天 这个故事更加深入人心 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用 几乎有个人非常担心天地崩坠 自己没办法生活 废勤忘食 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 难受相忽 然后他的一个朋友就过来 劝他 一个心理咨询师说 哎呀你不要担心 你看天天这个天都没有塌下来 天天这个地都没有陷下来 因此天不会塌地不会陷 担心什么 他一听他说啊没事了 就很高兴 那么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又告诉了我们什么 到底为什么 气日月星出和地 为什么不塌 为什么不陷 都是严肃的科学问题 地球科学 天文学 力学 地球科学 大气物理 等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 只作为笑料 嘲笑不切实际的人 没有作为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这又反映了一件什么事 以自圆其说代替刨根问题 因为不塌 所以不塌 因为不陷 所以不陷 担心什么 以实用主义代替追求真理 这是什么事情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所以我讲了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这两个故事里面 都反映出来了 我再说一下 我们常常讲 我们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技 到底是什么 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什么 四大发明不是科学 是技术 为什么不是科学 因为我们的祖先 没有研究这些技术背后的规律 如果要研究的话 这背后是有科学的 是有化学 电池学 地球物理 自动化科学 我们没有研究 所以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 逐渐被西方超越 我们今天这个演讲师 这个报告厅里面 有没有一件东西 不是来自于西方的 一件都没有 所以我们被西方全面超越了 当时先进过超越 为什么 没有研究背后的规律 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 这个小春教授 是这方面的国际顶尖专家 很清楚 比西方发达 发达得多 但是 我总结了我们天文学史上 总的进步 归结为七次飞跃 人类认识语度七次飞跃 在这七次飞跃中 中国人的贡献 几乎是零 或者说完全是零 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 没有贡献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 先进的天文观测 到哪里去了 理论方面 成了占星术 就是天人合一 但是没有发展成为天文学 技术方面到哪里去了 服务于农业 我们有历法 我们有二十四节气 服务于农业 但是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既没有产生农业科学 也没有产生天文学 阴阳五星是什么 最后我做一下总结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今天看来 是传统 是文化 是哲学 刚才小春讲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有非常好的元素 所以历史的看 是伟大的思想 值得骄傲 值得宣传 在这方面 我跟小春的认识 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前面 丝毫不提 阴阳五星 因为我在这方面 和孙小春教授的认识 没有不同 但是它不是科学 没有产生科学 也不会产生科学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思想里面 没有科学的元素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是清楚的 我只是用两个简单的故事 给大家进行了一下说明 因此我的结论是 阴阳五行 不应该放到 公民科学素养基尊里面 你要放 可以有个地方放 应该放到 中国公民的 传统文化素养基尊里面 放到那个地方 是非常合适的 我们应该学习 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应该在 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步 但是我们需要 理解我们祖宗的文化 但是它不是科学 和科学没有什么关系 要想理解科学 回到希腊去 从希腊那个地方 我们能够学到 科学是怎么来的 那是科学的历史 好的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这个 反方的陈述 现在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 双方对变阶段 再给谁 他们在摆桌子 他们俩呀 再给你是吧 不 他们俩都有点超时 这个 艺人超了 你孙老师超得更多 差不多超了七八分钟 有那么多吗 张老师 张老师也超了一点点吧 我不好意思不吵 但是你呢 是这样的 你的问题是 你那个正面陈述太少 人家说 阴阳五星 为什么要写进去 讲了很多 你应该说 为什么不能写进去 你呢 就最后一个 一个配置讲这个事情 对 前面都说什么是科学 讲完以后 你们都明白了吧 你们明白什么是科学了 那就自然不能写进去了 我觉得不够 下面呢 我们正好有 二十分钟 这个双方对变 所以一人发一张纸 要纸干啥 便要记住 记住对方的问题 那不需要 是要记一下 你说需要吗 不行 行 你们俩谁先开始 就是要互相提问 就是要 一个一个的问 还是说 都可以随便 你让谁提问 谁提问 那就先请 你反方吧 你说你刚才讲了 为什么不能够纳入 对 那个一讲过就不再讲了 不再讲了 你在针对他的这个PPT 你提问题 其实他的PPT 我忘了说啥了 但我就只记得非常精彩 我就只记得非常精彩 那他是不是 你帮你说服了 我记得他提了 因为我本来以为 咱们今天只说阴阳五行 但是我记得小春报告里面 讲了天人合一对吧 当然这两件事情 是连在一起的 也都非常重要 我想替杨振宁先生提个问题 因为杨先生前一段时间 非常高调地批判过天人合一 当然把周易给彻底批判了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说他想回答李月社难题 他的回答是 他把这个问题给了一经 他说正是一经 使得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而这里面的观念是天人合一 为什么呢 他说从古希腊的科学开始 也就是吴教授言必谈的那个东西 从那个地方开始 逐渐地就把人和自然给区分开了 这样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 和人无关的一个东西来研究 否则就没有办法得到独立的科学规律 这是现代科学能够最终 到今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把人的因素从这里面剔除出来了 如果每个人你的影响又影响到这个规律 这件事情没法做 所以但是呢天人合一 就把人给放到了自然里面 你就摆脱不了和自然的这个关系 所以因此你就没法去研究自然 这是杨先生的观点 我不止可否 我请问小纯能否对杨先生的这个观点 进行一下批判 好 请孙老师回答 好 好 这个问题好难啊 但是我想啊 刚才确实这个杨先生 这个杨 他提到了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周易以及天人合一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对这个里约色问题啊 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刚才双蓝讲的我都同意 确实现代科学表现出来的特点 确实是古希腊的东西 我们要研究 我们要认识现代科学 我们当然要了解希腊精神 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就是实际上历史的发展 它是不是现实的 现代在这儿的就一定是必然的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途径 这是我们必须要有个开放的心态来看的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杨先生的这个话题 我其实不太同意他的看法 周易 他其中他说到了周易里面的这个卦呀 都是这个单英级的字 就是甚至说中国的汉字 中国都没有办法好像来发展这个现代科学 那这样来看的话 那就是中国要想现代化的话 那只好把中文也给 就废弃掉都完了 所以说我觉得关键 古代科学没有发展现代科学 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不是说中国人有天生这样的 语言上的障碍 这个基因上是不能这个 而是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原因 刚才双南提到了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说你看 辩论好像是诡辩 好像诡辩 像中国古代只讲诡辩 所以说不讲真理 其实恰恰这一点 辩论是希腊的最大的特点 我们所有什么主张 我们就在台上 他们在希腊上就互相辩 真是因为这样辩 所以他的逻辑就要发展 中国就不需要辩 皇帝说了算 下面的人 皇帝领导拍板了 下面的人只有同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谈什么逻辑啊 所以这样的询问是发展不了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中国 主要是社会政治的原因 不是我们天生语言 不是我们天生 中国人就天生就产生不了 这个近代科学 所以说这一点 我是这么来看的 你是回避了这个所谓的 天人合一 是不是必然导致 这个缺乏规律 是吧 这个可以啊 这个我刚才 这个我忘记掉了 当然是 我不认为 实际上我们人 生在宇宙当中 宇宙生人 我们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你想隔离是隔离不开的 这个我觉得康德在讲科学的时候 我们的认识怎么样发生 这个认识怎么可靠 始终是强调 就是说我们人和主观是客观 你是不能分割的 你是我们是人 他必须要有一个鲜艳的 所谓的时空观 然后跟客观的东西 做成一个综合 这才能达到一个科学的认识 这就是现代科学 认识认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让你们两个吵一会儿 不不不 现在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现代科学也是讲 主观客观要合一的 这跟我们天人合一也差不多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要问我这个问题吗 当然 是啊 真的需要问我这个问题 那就好了 这个恰好都为了问到 我的专业上面了 这是我会非常舒服的 因为您那个报告里面 讲到人则原理 人则原理是不是说明 人在这个自然规律里面 起了作用 对不对 其实恰好 人则原理说明 人在这个自然规律里面 起不了作用 为人则原理是怎么来的呢 人则原理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它有一种宇宙的演化 或者起源一种学说 叫做多重宇宙 学说 在这个 它是基于超显理论提出来的 在这个学说里面的话呢 宇宙有无数多种 十的五百次方的可能性 来产生出来 那么就没法解释 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是这样子的 那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那么他说 这其实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宇宙的性质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把我们今天 我们宇宙测量的各种参数 我们物理规律 以及物理规律里面 所有的常数 包括万有引力常数 所有都考察了一遍之后发现 如果这些常数 不精确地取今天的这个值 那么在这个地球上 或者说 就不会有这个太阳系 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个地球 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个人类 换句话说 在它那个模型里面的话呢 有各种各样可能的宇宙 也有各种各样可能的智慧 恰好在这个宇宙里面 适合于这种智慧存在 所以这个和你的选择是没有关系 所谓人则并不是人的选择 而是说 恰好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宇宙里面 我们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能够问这个问题 也的答案就是说 那么因为我们能问这个问题 所以有这个宇宙在这 人家讲的不是人则原理 他讲天人合一的一个例子的时候 用了人则原理 说现代科学 对人则原理的应用 对天人合一的应用 是人则原理 所以其实不是 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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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那个双兰教授 他是搞这一方面的 我呢是只为从科学史的角度了解一点 其实你讲的对 当然人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宇宙 做这个选择 但是他作为一种观念 一种认识 就是相当于天人必须要合一的一种认识 它使得我们能够提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说 就可以说 你刚才说微调啊 掌络啊 就是由某种适合于我们人的宇宙 使得使得我们来来看到它了 其他的痛我们人没有关系 我们不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实际上你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不是我们科学的内容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 虽然看起来有点荒唐 虽然看起来有点语意重复 恰恰可以启发我们 去提出一些新的宇宙学上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温伯格 这个惠勒这些人 还有这个霍金他们 他们的论文里面 都自己就说了 我看过他1973年的一篇论文 就里面直接结尾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 人者远利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他直接就用自己的话 就是这么讲的 就是孙老师始终强调啊 这个他两个强调 一定是科学和其他的所谓的 非科学因素之间 总是处在互动之中 这是他一个辩护策略 是的 因为没有人就没有科学嘛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要讲天生科学也可以说 那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实际上讲叫历史性 就是即使在科学范围内 事情也得起变化 不单的变化 过去不科学 后面又变科学了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孙老师讲了 很多这个历史性的变迁 所以科学的发展的话呢 我们总是会发现 新的科学理论取代 或者修改了旧的科学理论 总是这样 但是你有了正确的科学方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又逻辑化 定量化 实证化之后 用这样的方法 就能够保证 我们是往正确的那个方向走 虽然说每一步 我们都是把以前不太好的 那个科学理论 给了一些改进 或者说给一个抛弃 所以还是要回到 到底什么是科学 你必须要用正确的 科学方法来做 尽管结果是说 我们是把旧的抛弃 但它不是一个随机的抛弃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往一个方向走的抛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 我们知道 苏本发说过 没有所谓的真实 没有所谓的事实 只有意志和表象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人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我们认识是通过人来认识的 但这和天人合一 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就是说 科学的理论 和科学的结果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科学的方法是不变的 科学的方法至少来讲 目前按照吴教授的说法 这个科学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它只在希腊文化产生出来了 但是它产生之后 它却非常的健康 它用这套方法 就一直发展下来了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 其实小春刚才也讲了这件事情 那么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 别的路线产生出来科学吗 我不知道吴教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事实是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吴教授怎么说这件事情 那这问题就来了 就是孙老师刚才用的是 中国古代科学 它的思想方法理路 那你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 对 绝对没有 但是有没有整体的科学 有个别的例子 这是有的 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思维模式 就是一种思想方法 在中国的古代 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是没有的 就是我自己举我自己的例子 举别人不好意思 所以我自己 我是应该是1986年的时候出国的 应该说我在国内受的教育 还马马虎虎 出国读研究生的 我出国之后 和我国外的那些同学老师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老说 What's the science of this 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里面 科学是什么 我就一直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什么是物理 我知道什么是天文 我知道什么是化学 当他一再跟我说 你要讲到这件事里面 科学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在我从小 一直到我清华大学 本科生毕业 在科学院研究生院 读了硕士之后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什么是科学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我们的文化体系里面 向来不说什么是科学 但是我们嘴边上 天天说科学 凡是好的东西 凡是合理的东西 都是科学 但是你要问一个人 什么是科学 不知道 OK 好 孙老师肯定是不同意他的观点 对吧 对 你说说 但是这个 同你的这个研究 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 不光是这个 张夏天双蓝的教授的 这个观点 涉及到 和现代 我讲中国古代有科学 当然是指的古代科学 不是说现代科学 只不过呢 古代的这样的知识 我们不给它一个名词 不借用科学的名词 我们来说什么呢 我们就没办法说 所以说我们 只要把古代 用一定的概念和方法 去认识自然 认识我们人 认识我们人和自然之间的 关系的这样的知识 我们当然就把它 叫做作是这种科学 而这里边有很多是 有合理的 它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中国古代讲这个气 天人感应 它之间有媒介 它是有很多观察的 比如说你这个屋里边弹琴 不过这根弦 同样频率的弦 它就会震动起来 这就是同声相求 你在地上倒一杯水 这个水就会往湿的地方流 你看它都是在建立在 这种经验的观察的基础上 就构造了这样阴阳五行的理论 包括我们讲中医的时候 讲人体跟五行之间的关系 讲眼睛怎么跟肝联系起来 我们其实都有经验的 当你有肝的病的时候 你就晃胆啊 就有晃胆啊 你有肾虚的时候 你有怎么样 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倒汗 它这种 在它的语言框架里面 它是这样来实现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确实现代科学的最大特点 实验 数学 逻辑 那这个东西是 也是古代希腊里面有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当然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逻辑的必然 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这是 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 如果你要说是历史的必然的话 为什么在希腊 古希腊没有产生牛顿 为什么在古希腊没有产生 开普勒 为什么非要等到到英国 某一个小岛上 再产生 所以这里面 它绝对不是一个必然的 它一定是有其他因素在其中 而这里面就有其他文明的贡献 所以说我认为 现代文明 当然有希腊文明 是很重要的特点 有地中海文明 有希腊 巴比伦 也有印度 也有中国 它是在几千年的融会过程中 特别是到了近代 中国 你看新大陆的发现 以及这个交流的频繁 印刷数过去以后 知识开始极力地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一种偶然的因素 使得产生了牛顿 或者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 一定要在这种 我们这样来看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我不是讲 但是不一定要排斥其他文明中存在的这种科学性 就是这就是 我理解是这样的 孙老师更强调一种 就广义的科学概念 这广义的科学概念 不光是指现代科学 也包括在历史上成功地成活过的所有文明 文化里面的一些生存方式里面的思维方式 对吧 那么我们张老师是科学家 他更强调一种狭义的科学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你是持了一种狭义的科学概念 你持了一种广义的科学概念 我不认为我的科学观念是狭义的 我认为我的科学观念是 正确的科学观念 也就是说张老师认为自己 他持有一种正确的科学观念 对方是不正确的 那孙老师你认为是 你们俩的分歧是什么 分歧啊就是 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来看历史 我也不是说我们是傻瓜 就一回到同古人一样穿上袍子 什么之类的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 我们当然看过去 不能说完全回到过去 我们当然还要站在现在的角度 但是呢 我们自己心中要有数 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心态 就是说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东西 它本身也具有历史性 所谓正确的 当然你说古人那个东西 他在现代看来不正确的 但是他在自己看来 他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这样 像中国古代这个孟子 他才会有这么一个 非常的自信说 他说日月之行 如果狗求其顾 千岁之日之 就可作而自也 就是我 你看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 像董宗书这样的人 他才会用阴阳五行来 构造这个所有的世界的 怎么来解释世界 甚至构造历史的这种图景呢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自信心的表现 所以在任何时代 当他站在最前沿的时候 他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需要你回答这个问题 张老师说了 说阴阳五行不能写入科学基准 可以写入文化基准 你讲了半天 什么孟子啊 什么中书啊 那就是文化基准里面的事情 你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 这个问题就是 当然写入文化基准也是必须的 对吧 他的意思说 写入文化就够了 不要写入科学基准了 但是我就想科学其实当然主要是科学 这是没问题 我们看了132条里边 就写个一条中国的 而且影响这么大的 搞点阴阳平衡不行吗 那我替他问你一个问题 小城刚讲了一个例子 美国的基准里面 就可以容许写亚历史多德的四元素说 为什么我们阴阳五行就不能写呢 亚历史多德是物理学的鼻祖 我们物理学的基本思想 就是认为世界有基本的规律 是独立于人的规律 这个是从亚历史多德来的 所以物理学的鼻祖不写到 里面去写谁 就是说 亚历史多德那个四元素可以写 因为亚历史多德本人就是科学家 对 其实刚才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 从希腊过来的 发展到现代科学 但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规律的概念 没有求真的概念 我认为至少是不那么真实的 为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古代也有天道不变 它也是追求这种规律的 甚至它难道中国没有数学吗 没有预测吗 它那个在汉代的时候三统立 它就在预测日月时 预测五星的运动 这都是在建立来观察 建立了一套 只不过它不是几何模型 是一个数学模型 它也是有预测的 如果我们古代有那么多的 刚才参量教授提到的也是 确实技术特别多 但是古人 本来科学跟技术 它的联系就不是必然的 只是到近代 科学跟技术 才那么有那么强烈的联系 我们古代 搞出了那么 造出了那么好的宝剑 是吧 冶金技术那么发达 难道这些都是碰运气 做出来的吗 它实际上 有很多的实验在后面 只是说我们的知识的表达方式 没有太注重那些实验而已 不能说我们中国古人 没有数学没有实验 只是它不那么彰显出来而已 它说中国人 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技术 以及背后原理的方式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还认为 我们中国有技术 无科学吗 是挺独特的 但独特并不表明是科学 就是说他还坚持一种 很坚硬的 很这个 很正确的 很狭隘的 很正确的 因为过分强调正确 那就是很狭隘了 因为正确只有一种 其他都是不正确的 是的 是吧 所以他还是坚持一种狭义的 这个狭隘的科学观 那个孙老师呢 还坚持一种这个更宏阔的 更宽容的这个科学观 其实我觉得我们 当然我是 小淳老师讲这个 我是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和我们今天 中国的社会文化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在刚才的演讲里面也说了 我们要说我们中国 没有科学的话呢 要说我们没有科学素养的话呢 好像挺冤挺蛆的 我们整天就说 这个会场安排得挺科学的 我们吴教授 这个今天的主持 特别的科学 我们整天嘴边上都挂了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凡是好的东西 凡是合理的东西 我们都认为是科学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小淳教授刚才讲的 我们古代的这些辉煌的思想 辉煌的技术 非常值得骄傲 也可以算科学 但是 我不认为 凡是好的东西 合理的东西都是科学 科学可以很坏 对不对 取决你怎么用科学 科学它就是规律 你发现规律 这叫做科学 至于你怎么使用它 你让它变得这个合理 那它就合理 让它变得不合理 它就不合理 科学可以造出原子弹来 可以毁灭人类 科学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技术来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幸福 让我们的健康 能够变得很好 取决你怎么用科学 所以科学本身是中性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 由于古代 这件事情很好 我们觉得很骄傲 我们要把它归到科学里面去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 什么是科学 就是这个狭义的说法 它就是科学 其他的不是科学 这个科学家就是这样 他非常地走 我们做历史的人 就要宽容很多 我们做历史除了流变之中 就是今天是科学的 明天就未必了 今天是正确的 明天就未必了 但是我们张老师又高阶正确 他认为理论可以变迁 但是方法不变 所以科学方法 那个是从亚的时候 牛顿一以贯之 对吧 对 基本上到伽利略那个时候 这个科学方法建立起来了 然后其实牛顿对科学方法上 并没有太大 它不变化 而孙老师呢 孙老师认为这个 过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 因为它毕竟活下来了 毕竟这个几千年历史 绵延不绝下来了 我能 我能谈谈我的想法 就是实际上呢 我非常敬佩这个科学家这个态度 求真嘛 确实古代 中国古代在求真方面表述的 它不是那个态度 它经常 因为 这就是因为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没有 很少有辩论 不辩论 你真理怎么能出得来呢 还有一些孔子说 什么不与 什么鬼力乱神 那本来是异常的现象 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确实他呢 举的一些例子 确实表现 我们科学是要有好奇心 有要探索 但是 有客观真理 有客观规律 有客观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不等于说 我们认识它的方式 是唯一的 我们对它进行表述 构建的方式 是唯一的 它可能有多种的语言 我们过去 亚历斯多德 您讲的是 科学的别主 但是它的理论 不最后也 它也错了吗 它认为 物体要有力加了以后 才能飞 你射出这些箭 怎么还能飞呢 那它就要有一套 空气动力学的办法来 可以做无数的博士论文 按照它那样来做的话 所以可以非常复杂 但是 范式一变 理论一变 变成流顿理论 你看这个问题 就迎刃而解 所以说 我们要知道 在科学当中 它绝对不是发展 不是说一个 简单的累计 一个一个的接累 它有的时候 会有一种飞跃 有一种革命性的 范式性的变化 一旦发生这样的变化 恰恰是语言概念 和这个理论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种可能性 历史就是给我们 提供这样的一个 一种启示 很好 讲得非常好 这个 不仅科学的个别理论 会发生变化 即使使科学 成为科学的标准和方法 也会发生变化 是吧 二阶变化 因此呢 你十手 你退 退手二阶不变性 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好 这样 我们今天那个 双方 基本上这个观点 都已经亮得很清楚了 我想诸位在座的 朋友 以及网上的朋友 一定有很多问题要提 下面我们就可以 现场提问了 好 这就举手了 问题简单明了 针对谁 我先跟张老师提一个问题 提一个问题 这个量子纠缠啊 超越了时空 它 按照你这个逻辑 它还是科学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行了 就这一个一个 请坐 量子纠缠 已经超越什么 时空 还是科学吗 我不知道 潘建伟今天是不是在看直播 我要说不是 他会把我掐死 当然他是 他是我们 这是首先 量子力学理论 在一开始的时候 爱因斯坦认为 他不知恰 他看起来 有量子纠缠 是爱因斯坦 质疑量子力学理论的时候 提出来 好像有 如果量子力学理论 就是这个理论 是基于实验 是基于我刚才讲的 科学方法 逻辑化 定量化 实证化 建立起来的 那是一套科学理论 那爱因斯坦说 你这是一套科学理论 那么如果 按照你这个理论 如果是自洽的话 那么就会出来 有量子纠缠 这样的诡异的现象 他这样的现象 违反侠义相当论 没法理解 那个也是科学 这个也是科学 当然爱因斯坦 我的科学比你的科学好 对不对 如果你的科学 和我的科学对不上 他并不说 量子力学不是科学 只是说量子力学 可能哪有问题 需要修改 但是 试验证明 量子纠缠现象 是成立的 所以 在这个方面 爱因斯坦 自以量子量子力学 没有成功 所以在这个 我刚才讲的 科学的三个要素 它的规律 它的目的 它的精神 它的方法上面 量子力学 完全地符合 没有 不缺一条 所以它是科学 但是我们不理解 量子纠缠 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为什么有量子纠缠 所以量子力学 还需要发展 所以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 谢谢 等会儿 其他 其他人 再问一个 孙老师的 谁有孙老师的问题 那 你 孙老师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说了 两位老师都同意 阴阳五行 是非常伟大的理论 也是 对古人来说 非常有意义的理论 但是我想问 您会不会 您有没有这种感受 是阴阳理论 它只是通过 个别的实证 和体验的根据 再加上 很多伟大的先哲 他们主观的智慧 然后构架的 这样一个理论 然后他们的智慧 已经超越了 大部分没有知识的人 所以这个理论 已经伟大到 完全在古代中国 完全自洽 能够解释一切 不和谐的矛盾 使得 它反而成为了 一个桎 桎桎住了中国人 发现问题 然后质疑问题 从而不断地 改进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觉得 阴阳理论 过于 过于宏伟 或者对于 古代人来说 它那个主观性 或者具有 诡辩色彩的正确性 太强了 反而至于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不要老说 你认为 你认为 我就问老师 有没有 会不会觉得 阴阳理论 它就是太伟大了 所以制约了 它成为 现代科学的可能 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是 是这样的 确实阴阳五星 我没说它是伟大 我是说它是 古人的范畴 它影响特别大 它确实也发挥了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应用非常的广泛 那么正是因为 它为什么会出现 你刚才讲的 这个包罗万象 而不矛盾呢 好像这个确实 跟科学理论 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科学理论 按照波普的理论 就是说你必须要具备 可被证明 证为的可能性 如果什么事情 都放到你 堆到这里边来 那当然就 那你这个理论 当然就 但就不是一个科学理论 但是我们讲的 现在讲的 不是说阴阳五行 是从现代的科学理论 是一回事 不是 而是说 在我们在做科普宣传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古代曾经存在 这样的方式 而且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它表现的 不是像现代科学 非常具体 非常分析到位的一个 定量 非常明确的一个 它有模糊 确实有模糊性 但是它是古人的认识方式 它是在 fundamental very fundamental 是非常基础的 这种来认识事物 它当然有它的适用性 也有它的不适用性 有的时候 古人把它 无限地扩大 当然就会造成迷信 所以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 我们要理解科学 这样的东西 能不能讲 能不能让大家来思考 是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也请网络上的朋友 的问题 我发到我这儿的 有一个网友 想请问张老师 挺好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 中医特别管用 而阴阳五行 恰恰是中医的理论基础 这难道不正说明 阴阳五行具有科学性吗 中医很管用 阴阳五行又是理论基础 你回答一下 中医的话呢 我们比较笼统地说了两个 一个是他的医学理论 一个是他的药方 药方 有些药方是有用的 那么 李斯珍的《本草纲目》里面 很多有很多 很荒唐的药方 对吧 有些 所以它是一个经验 至于这个经验 和阴阳五行理论的关系 其实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关系 你同一种病 不同的中医给你去看 给你的方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用它 虽然都说是用那个理论 所以给你的方子是不一样的 而即使是给你同一个方子 不同的中医 给你开同一个方子 对你的效果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它不科学 因为它会有可能治你的病 也有可能不治你的病 这跟医生中医很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觉得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理解 它这个中医的理论 和它这个药方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但是药方的有效性 我觉得多数来讲是从经验来的 它每个大夫它有它自己的经验 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说有些药方对我们有用 有些中医看起来有妙手回春的能力 这个真的是和阴阳五行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 你的问题意思就是说 中医很管用 这是可以 我可以承认 有可能管用 有可能管用 这是承认的 有时候管用 即使管用 也跟阴阳五行没什么关系 好 好 这还有一个是针对这个孙耀仁老师的 他说孙老师 您认为阴阳五行应该 作为这个科学常识被掌握 这样一来呢 那个骗子神棍是不是就提供了便利啊 万一入了准则之后 微博上过路神仙大 神医大仙欢欣鼓舞 这怎么办呢 你说说这个问题 这是他们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但是这就是我们 我认为就是我们的科普 我们的科学教育啊 还是没有到位的原因 因为我们过分强调 过去是 你们到书店里书架上一看 全是知识 正确性的知识 没有真正教会人们 怎么去分析问题 怎么去批判 我今天 我今天这个 好 因为其实我也有的时候 到中官生书店里面 看看那些书 真正写的好的科普书 真是不多 但是呢 好 我回来就是 这里面确实 我也知道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也确实有很多 国学大师们也好 或者是这个 什么阴阳五行理论 能解决一切 能预测十大行星等等 我认为这种都是 这种就是马后跑 这是不能算数的 这个我们不能这样来看 看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我们要让大家 来见识各种各样的观点 让大家来解释 辩论 来这个 不要一开始就担心 好像这些公民们 这些大家就容易被误导 就 这是我们这种习惯 我认为这是一个 长久的一个 所以我们科普啊 我觉得 任重而道远 我是这么 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 嗯 我们接着启动现场提问 那就是那个 那个 中间 就是你 你起来 我想问孙老师一个问题 您在最后一批题上这么讲 那个阴阳五行有利于批判性 展开批判性思维 然后 还说阴阳五行 可以 就怎么讲 我看一下 你就提问就完了吧 你那个知识背景不应介绍了 这样我们 效率高一点 他那个可能也是从网上 增来的问题 在看手机 你是女朋友跟你的问题 然后你还说 18岁以上公民 具有独一撕判能力 不会被误导 那你的潜台 我的问题是 你说这两句话 潜台词 是不是你觉得 那个阴阳五行 就不是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 是啊 它不是现代科学的范畴 但是它是古代科学 古代思想的范畴 这是要肯定的 但是 它可能 它可以 我们好好的了解它 它可能启发我们 对科学的新的思维 比如在 现在在脑科学里边 在医学里边 很多人写文章 就用什么 in and young of什么 neural degeneration 这样的文章 那它不是在 从中得到启发吗 所以说我的意思 不是说阴阳五行 就写进去 就不会误导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在科学传播里边 要允许这样的 不同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 是我们在中国在讲 我们中国这么阴阳五行 这么有影响的东西 而且产生了这么多的经验 刚才讲的综艺的经验 我们在科普里边 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我是这么想的 好 谢谢 那个女士 女士 我觉得刚才第一位 观众的问题很犀利 我把我这机会让给他 我想再听听他问第二个问题 好吗 我问吴老师 他们讨论了半天 就是在讨论 该不该进入基准的问题 那么进入基准的东西 难道只有张老师 我是自然科学的人 我认同张老师 什么是科学 但是在许了基准的时候 难道只允许洗了 现在按照你那个逻辑 认可的科学知识和规律吗 不一定 就是我们要讨论 什么是哪个基准 由于使科学的思维方式 也是可以进去的 阴阳五行是一种 辩证的思维方法 它也许不能给你具体知道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 也应该进去 所以我赞同把这个写进去 不是因为赞同它 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上的 自然科学 你的问题是给谁的 我是给张老师的 还给你的 你是主题人嘛 应该演的话讨论 应该讨论 科学基准里面 应该又包含什么内容 不全是知识 行了 你的意思是说 基准本身不光是知识正确 方法启发性也很必要 张老师怎么回答 对 我觉得阴阳五行 从思维方法上来讲 从今天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来讲 它对于我们来理解科学 来发展科学 研究可以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放进去 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因为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 科学的方法里面 逻辑化 定量化 实证化 在这里面 阴阳五行 有逻辑化 有一点点定量化 完全没有实证化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科学的示威方法 我们永远学不会正确的科学方法 所以不能放进去 坚决不能放进去 张老师立场坚定 态度明确 跟墙有力 孙老师你不趁机再反驳他一下 当然要反驳了 反驳一下 同现代科学是不一样 不能完全一样 但是它有定量 有 只是定量 那定量什么叫准确啊 我说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但是这要历史地看 实际上我讲 所有的测量 测量不可能是准确的 现代科学也是这样 因为只是你的要求不一样而已 你现在要进去到角秒的时候 那0.01角秒呢 所以这个历史来看来永远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有定量的 那有没有预测呢 我们建立的行星运动的公式 它进行内插外推 来预报日食 它不也是预报了 预报了不准的时候 它就要修改它的理论 这不是也是一种 也是一个古代科学里面有的这种东西吗 所以说我觉得 不能这样绝对地来看 阴阳五行 就是说完全都科学没关 还是应该 就是我们了解它 而且现在我认为 实际上现代科学 你看指数在增长 关于应用阴阳五行这种概念的 那确实在有限 在这个意义上呢 它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觉得写进去是应该写进去的 好 那个我们再看看网 网上别着急 网上一个人 一个网友对张老师说 现在我们要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很多人朝野上下的呼唤要回归传统啊 您这么对我们传统这么不客气 这怎么弄呢这个 你回答一下 这个 我倒是可以先回 你先回答 我相信咱们俩这点观点完全一致 对吧 完全一致 我们这个东西 不用说就知道 同民族的复兴这是两码事情 对 我们 但是呢 我同意写进的原因 不是说因为它是中国的 就一定把它写进了好远 我们就民族就复兴了 我们真正的复兴 一定要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而且是完美的结合 这就是说我们要吸取各方面的知识 现代的 过去的 近代科学的发生 本来就是多民族 融会的东西 现代西方人也在中国的文明中 接取一些科学发展的 也接取一些启发 像阴阳这些概念 难道我们在这个时候 连自己中国的 有一点这么东西 就不可以 不可以来写一些吗 西方的 中国的 我认为一并有要 自从这个复兴 这个政治概念 我认为是 不能把它等同起来看的 我是从 纯粹从科学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 那张老师接着回答 我不愿意 或者说 坚决反对把它写进去 当然和爱国没有关系 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反而我觉得不写进去 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 是大有好处 写进去 影响我们 来学习真正的科学 影响我们 学习正确的示威方式 那么这对我们 中华民族的复兴 到底有什么好处 如果回归传统 抛弃西方 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 一个唯一的途径 大家离开会场的时候 把衣服全部脱下来 把眼睛全部扔掉 我们全部光着 甚至出去 我们这样回归船头 因为我们在会场里面 没有一样 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我们 我们利用西方的东西 学习西方的知识 我们对我们民族的复兴 有什么坏处 如果说我们要想得到更好的思维方式 我们要我们有更好的科学数字 说这个公民数字基准 科学数字基准是干什么的 希望大家有更好的科学数字 那么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让大家学习好的思维方法 而不是来学习阴阳五行 它有一些好的东西 但不是我们今天的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认为 放进去 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计 百害而无一利 好 我要说的绝对一点 我们再来来来 那位 最边上那个 我想向那个 问一下张老师 那个围观不怕事大 对对对 张老师 那个刚才有一个问题 您说的比较模糊 就是关于中医的问题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一观点 我再提我的问题 您看过中医吗 说实话 我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也就是说看过对吧 对对 您刚才说 中医不那么科学 但是您还是相信的 对吧 我想我们今天重点讨论 阴阳五行的问题 对这是我要提出下面的问题 下面的问题 我们再找个场合讨论 您刚才说这个量子 量子纠缠是吧 对 量子纠缠 您说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 我不是说没有办法解释 我们还没有 还理解不透 对吧 对 它是科学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 阴阳五行 是在量子纠缠 更上一层的 不是 科学 但是现在的科学理解不了 科学没有关系 两个没有关系的事 不要扯在一起 好 斩金解体 好嘞 行了 那边 我是张老师的支持者 然后我想问孙老师一个问题 我看到你那个PPT 先量名身份再问就不太好了 没关系的 不要紧 不要紧 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到您那个PPT里 有一个话 是阴阳五行是一种世界观 宇宙观 那我的理解来说 我觉得更像是像 佛教啊 道教啊 包括基督教 这种是一种宇宙观 那我觉得他们更像 那您就是 而且咱们今天讨论的里边 我觉得除了科学本身以外 还有很多科学以外的东西 就比如说您说的这种宇宙观 那么我觉得您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这个基督教它是科学吗 它是一种宇宙观 我觉得是 什么 基督教是吧 基督教包括佛教什么的这种 它我觉得是一种宇宙观的 更像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阴阳五行 可能跟他们来说更像 OK 好 可能这个对这个世界观和宇宙观的用法上面 我讲的那是一个广义的这个世界观 这个英文词呢 也是cosmology cosmology可以讲天地结构啊 那种演化这种关系 但是呢它也可以指 我指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我们构造认识世界的图示 当我们把阴阳五行 比如跟五脏啊 五味啊 五星啊 音律啊 联系起来的时候 它构造了这么一个cosmology 它在它所有的知识 认识 它是用这种语言去表达的 是用这种经验去发展 用这种语言去发展它的 所以说这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讲的这个cosmology 不是指的这个 那个这个宗教的那个什么 某种信仰也好 也不是这种狭义的 这个天地大小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的认识是 离不开这样的outlook 离不开这样的cosmology 这样的世界观的 是这个意思 好的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中间这个吧 感谢两位老师 我感觉突然想到两个词 一个是城门利雪 一个是如木春风 首先我想那个像张老师 鞠个工 因为可能我的问题比较尖锐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您今天讲 您所认为的科学 是唯一的正确的 那这样您的这个科学 和数百年前 这个天主教徒 以上帝的名义 屠杀哥白尼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毕竟我们 没有杀哥白尼 我知道 布鲁诺 布鲁诺 对布鲁诺 不好意思口误了 那我们 那我们就是谁也说不好 再过上几千年 或者说几百年以后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您又怎么能够证明 今天您说的这条 道路就一定是正确的 而不会误导其他人呢 谢谢张老师 好 问题好 尖锐 我并没有说 某个科学理论是正确的 是永远不会变的 我是讲 对于科学是什么 我们从过去的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研究 我们归纳出来的 它的特征是什么 对这些特征的认识 是这样子的 所以科学理论是会发展的 但是它的特征 今天我们看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以后 这个特征会不会改变 有可能会改变 我也可以举一个 我自己做研究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波普尔说 这个政伪这件事情 那今天这个政伪 遇到了问题 我刚才讲的 这个多重宇宙学说 就很难被政伪 它是不是科学 今天也在争论 所以这个标准 科学家也在争论 会被这个标准在改变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 有些已经明确的 不是科学的 你不能说 你的科学标准会改变 将来变变变 又变到我这儿来 那这个是不会的 再怎么变 阴阳五行也变不过来 因为已经证明了 它不是科学了 它就不是了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件事情 不是讲科学会不会变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讲的是什么事情 好吧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互动 和他的观点 按照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个 好像意犹未尽是吧 这个实在是时间过得很快 你两位可以下去 好 最后呢 安排我 好 掌声 掌声欢迎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今天的辩论和讨论的 可以说是精彩分成 两位老师呢 都是专家 是国际知名的专家 这个庄生南老师 不用说了 是知名的高能物理学家 孙小春老师呢 是知名的科学史家 国际知名的科学史家 而且我发现了我们三个人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的本科都是学物理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三位 物理背景的人呢 一起来探讨 当然今天呢 我是主持了 我并不 我尽量掩饰我自己的倾向 事实上我们知道 一场辩论呢 我们特别是学术辩论 取胜并不是目标 因为学术的问题啊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事实上刚才我已经 有所表示 就是在孙老师和张老师之间呢 他们所争论的 实际上是 一个是科学 吃科学的狭义理解的话 还是吃科学的广义理解 广义理解 有广义理解的这个道理 狭义理解 也有狭义理解的道理 问题只是 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 你在讲科学的时候 讲阴阳五行的时候 你用的是狭义的观点 还是广义的观点 你不能在狭义的意义上 说阴阳五行也是科学 你不能在广义的意义上 说阴阳五行也不是科学 那就不对了 我想是 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作为个人 作为不同历史时期 我们究竟是选广义的好 还是选狭义的好 这是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想过去 当我们中国人 这个激贫激弱 这个急于赶超世界 西方列强的时候 我们希望呢 更纯粹的 狭义的学习科学 不要通过广义的科学 来干扰 学习狭义的科学 可是等到我们中国 基本上学得差不多了 对吧 我们也能和诺贝尔奖了 我们国力也很增长了 我们自信心也很强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 再讲讲广义的科学呢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我想呢 究竟持广义的观点 还是持狭义的观点 可能有一个历史 这个情境问题 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有时候呢 在我们中国 普遍比较愚昧的时候 你还老强调广义的科学 那不是越强调越糊涂吗 在我们中国 已经很不错的情况下 你还是坚持那个狭义的观点 那不就也显得 我们很小气吗 问题就在于 现在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历史时期 我们究竟是很不错呢 还是很不行的时期呢 这就难了 所以两方的争论 其实背后都反映 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 很多科学家痛心疾首地认为 我们中国仍然落后 在我们宇宙论的历史上 七次大变革的时候 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你还讲广义的科学 你这是搅浑水 你这是耽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是吧 可是呢 我们现在GDP第二 马上也眼看快第一 我们现在出国旅游的人数 现在好几亿 这帮人就出去玩又回来了 我们中国要是那么差的话 怎么出去还有人回来呢 是吧 中国民族现在很不错呀 很不错的时候 我们稍微讲一讲 中国古人的思想有什么过分呢 不过分嘛 既然不过分 那我们不妨持有一张广义的科学观 也可以嘛 再说广义的科学观 也不是全坏处嘛 可以打开眼界 可以打开思路 顺便弘扬一下 中国祖国的民族文化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所以呢 我说呢 这个吃广义的科学观 还是吃狭义的科学观 都过有道理 而且呢 他们背后的动机 也都是很高尚和纯正的 所以今天呢 我想那个 我本人也非常荣幸 主持两位 实际上一位是科学家 一位是历史学家 我本人呢 其实跟这个孙耀纯老师 身份上更接近一点 我也是一个搞科学史 科学哲学的 但是呢 我的观点 跟他恰好又是不一样的 我更倾向于 这个张老师的观点 所以说呢 我今天就是身份和观点之间呢 处在一个分裂状态 所以非常适合 要来做主持 这个主持 当然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网络上做过 第一次做主持 第一次做 做得不一定好 感谢大家 感谢在座的 各位观众 以及网络上的 各位网友 这个尽管意犹未尽 总是还是要结束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最后 让我们感谢 网易新闻 为本次活动提供直播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